请启动 2021年的Color台北彩虹活动开跑 延续去年限定的彩虹观光巴士 也结合旅行社包装精彩的特色游城 变装皇后女王及菲律宾等多位人气网红也会一同参加 还有10月28号到11月6号一连十天的光雕秀 邀请民众感受台北城市性别平全的友善环境 我们依然推出很多丰富的 不管是两天的游城 彩虹观巴的游城 一日的游城 我们跟许多的旅游业饭店合作 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 此外在台北市政府前 还有为期10天的彩虹光雕秀 那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的举办 尤其是跟我们阿玛的合作 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看到台北市 在性别友善跟多元文化的支持 这一块是不遗余力的 那没有线上的实体活动 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市集活动 那都希望能够让民众参加 那更多的民众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 认识有关于LGBTQ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 那我觉得要让更多民众了解的方式 就是透过不断的活动啦 或者是旅游产品 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对这样的议题 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这次台北政府观传局在这方面的努力 跟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 除了光雕秀 市府前广场还有彩虹线 且与黄阿玛的后宫生活合作 打造灰舞彩虹的猫公仔 欢迎民众拍照打卡 欣赏10月28号开始 每半点一次的灯光秀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